今年冬天及時打疫苗真是很重要 由於我們已經重新開放國際邊境 流感兩年來第一次在社區傳播 同時還有COVID-19疫情 流感和COVID-19都能令人得到重病 今年冬天保護你的家人和社區最好的方法 就是盡快打流感和COVID-19疫苗 這樣就有助於提高你的免疫力 COVID-19疫苗並不能幫助你預防流感 所以你仍然是需要打流感疫苗 同時打流感和COVID-19疫苗是安全的 我們建議六個月或以上的人都去打流感疫苗 有些人例如患有重症 或者比較容易有流感病發症的人 都有條件免費去打流感疫苗 65歲或以上的人和其他有重症風險的人 都可以免費打額外的COVID-19冬季加強針 請你盡快向你的醫生和藥劑師查詢打疫苗的事情 我們同心協力 就能夠在這個冬天保持COVID-19安全 在這個網站你可以查詢 你是不是有條件免費打流感疫苗 或者是COVID-19冬季加強針 nsw.gov.au 亦都可以打全國新冠病毒幫助熱線的電話 就是1800、020、080 並可以按八字來要求翻譯